生日惨遭冷落大翻转!欧阳妮妮哭哭了! 欧阳娜娜,又,为子子欧阳妮妮生日准备惊喜! 图翻设字IG,2018年3月10日 欧阳妮妮九日生日,她在IG写下生日惊喜过程,被身旁所有亲友联合起来欺骗,说为了工作无法庆生,没想到大家早已帮她筹备了生日派对,让她感动落泪! 欧阳妮妮发文写下,谢谢大家的惊喜,从17岁起,娜娜就没有帮我过生日了,结果她生日前一天竟然跟我说她要去南京工作,而且连我妈也要带走! 一早我妈跟娜娜,表妹还有叔叔全部都在演戏,脱皮箱出门! 我当场傻眼,不是说好要帮我过生日吗?还把我妈也带走! 后来想说好吧,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就好了! 欧阳妮妮妮三姊妹与妈妈附娟,突翻设字IG,2018年3月10日 她回忆当时过程,结果一到餐厅,她们就从后面跟我朋友串通好跑出来,一看到马上感动哭哭了! 本来想说今年生日就简单吃个饭跟朋友一起,结果大家还不知浮夸的气球,有人下午为了我冒雨四点出门,拿气球跟蛋糕,还帮我剪了这个影片,谢谢江小三! 字里行间充满小女孩的撒娇个性,相当可爱! 字幕志愿者 杨妮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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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